视频中这个情绪激动的女人是小李 而险些挨打的男子是她的男友小文 为何小李如此激动竟然要对男友动手呢 小李小文俩人本来都是离异人士 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认识了彼此 而俩人同样的感情经历让彼此有了共同的话题 一来二去的就发展在了一起 本来俩人感情一直都很和睦 在一起也已经大半年了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现如今小文却突然晚起了失踪 对于结婚的事情更是闭口不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麻烦各位帅哥美女给个点赞关注 点赞的家人今年必发大财 家中儿孙必定学业有成 家人必定身体健康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小李透露 两人年前相处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到了今年 都知道怎么回事 小文就开始不接自己电话了 似乎是有意逃避结婚的问题 对此小李还曾一度怀疑 小文是不是在外面有了新欢 那么小文真的是如小李猜测的那样吗 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 带着种种疑问和不解 小李求助到了节目组 而一上台 小李就急迫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今天来到这里 告诉你小文 我一定要今天结婚知道吗 就今儿必须结婚是吧 是 说过去他要娶您 现在又不娶了 他什么时候 他一直都那么答应我的 啊 而且我们俩的事 这么多人都知道 按小李的想法 他是有计划在今年结婚的 因为男友小文早就多次承诺于他 会跟他结婚 只是想不到 现如今却是这样的态度 对此小李百思不得其解 两人因为工作原因分隔两地 而小李做生意又是比较忙 平时很少关心男友 所以现在他也不知道 在男友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小李和现场观众的满肚子疑问 小文终于缓缓说起了 两人之间的事情 据小文的回忆 两人当认识纳会 所有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小李会在家做好饭菜 备好热水 等他回来 小李的做法给了他一个家的温暖 所以小文也不止一次跟小李表示 想要跟他厮守终身 听完小李话 似乎他对小李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为何真正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 小文却不表态了呢 小文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房子 而这个是当初小李曾提到过的 所以他一直记在了心里 从来不敢忘记 而小李听到男友这样的说法 瞬间就起步打一出来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嫌弃过男友 自己本来就是做生意 有能力养活自己 并不是贪图男友的房子 才跟他结婚的 显然 小文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小文才是吃软饭的那一个 那么小文为什么拿这么一个理由 来搪塞大家呢 他究竟有什么苦衷 原来小文是发现了 你有其实是一个喜欢出去玩的人 每天都要出去 并且经常三更半夜才回来 自己每次打电话过来 听到的都是在酒吧嘈杂的声音 所以知道了这些的小李心中开始犹豫了 他不确定女友是否是值得厮守一生的人 所以对于女友的催婚 他才选择避而不见 而对于男友的说法 小李大呼冤枉 他对着男友大声咆哮 声称事情不是小文想的那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李不断地解释 自己是因为工作关系才出去应酬的 男友应该要理解自己才行 小文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他表示自己忍受不了你有这样的做法 看到小文如此的想法和态度 小李瞬间就抓狂了 对着男友一顿歇斯底里 看得出来小李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看到这一幕主持人都忍不住提出一位 原来小李不但脾气暴躁 更是有家暴的倾向 一旦小文让他有点不满 他就对小文不是掐就是你 曾经的种种恶行 更是在小文身上留下了伤疤 这样看来 也就难怪小文会犹豫跟他的婚姻呢 而对于小文的说法 小李有不一样的见解 不要不挑我那些没用的毛病 我肯定我不会掐他的 他都挑你什么毛病 他都想我用头脱 没了别的毛病了 我有什么毛病 像我这样往哪找去的 好家伙 自己家抱男友 最后还把原因归咎于男友挑剔自己 而小李更是直言 像自己这么完美的女人 小文能找到她 是烧了八辈子高香 自己下嫁给她是委屈了自己 不得不说小李的脸皮是真的厚 他对自己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听到他对自己如此满意 而言语中确实处处透露着对男友的不满 主持人忍不住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他妈非嫁给他呢 我就感觉他心不是特别花吧 能一心一的跟着过日子 我就看上这点 显然 小李也是看上了小文的老实专一 自己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现在也是想要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虽然口中处处嫌弃着小文 但是他依然愿意跟小文在一起 那么小文真的是如小李所说的那样 老实且专一骂 就在众人都以为 场上这个看着老实芭蕉 沉默少言的男人 真的是像小李所说的那样时 现场发生了让人完全想不到的情况 主持人的突然问话 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而随后小文的反应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只见他吞吞吐吐的 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而主持人并没有给他再次逃避的机会 职业有采访的视频 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采访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好家伙 小文原来在外面还有其他的追求对象 而对方也是离异单身人士 年纪还比小文大几岁 感情小文是一个情场高手 先是搞定了富婆小李 现在又攀上了比自己年长的姐姐 真不知道她在外面还有没有其他女性 看到这一幕的小李瞬间就不淡定了 此刻的小李彻底抓狂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以为的专业老师好男人 竟然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 而自己自认聪明 自视甚高 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如果不是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要满自己多久 骂着骂着 小李都忍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 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文为什么有女友 还要去找别的女人呢 难道她本来就是一个花心的人 对此小文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原来就在小李出去外面应酬 花天酒地的时候 小文因为耐不住寂寞 再网上跟人聊了起来 而对方的温柔与体贴 一下就俘获了小文的心 也难怪 平时受惯了小李的苦 现在只要有人给小文一颗糖 他都觉得是很甜的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人走到现在这种局面 也不全是某个人的问题 那么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你是怎么想的 你想怎么选 经过我们交往一段时间 也是两个多月 从他的性格上 我觉得还是 我们俩不太合适 最后我们他们俩一比较 意见 我觉得还是 他比较好 小文的选择出乎大家的意料 本以为他受够了小李 才想要选择新的对象 没想到最后还是想要跟小李在一起 看来小文也是很懂得做选择 他懂得小李在经济上 能给他更好的支持 不得不说小文的如意算判 拿的是真的好 那边吃干抹尽了 这边又想挽回女友 而小李却对他的这种做法 嗤之以鼻 小李大声地赤词着男友的不是 对于他的行为充满了不屑与嫌弃 此刻的小李又把自己高傲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是感叹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似乎也在懊恼自己的愚蠢 看到这里 只能说看人不能看表面 凡是都有两面性 那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 嘉宾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呢 马丁老师本来想用 一个生动的故事 去讲述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没想到小李居然如此的敏感 而遭到老师的怒罪之后 更是把一切都责怪到小文身上 怒骂对方是一个病猫 显然小李现在都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 虽然小文也有过错 但是小李的问题确实更严重的 眼见男老师对自己如此不客气 小李把目光看向了同时女性的陈老师 陈老师 您接着这只病猫 我还要不要他 我觉得你早就应该把他一脚踹了 陈老师很客观地分析了 他们之间的问题 直言男嘉宾是一个花心无能的男人 对于这样的感情 陈老师根本就不看好 只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小李不舍得放手 非要找这样一个男人虐待自己 而小李随后的一句话惊呆了重 我 我要治他 到了此时此刻 小李的嘴上依然不饶人 嚣张跋扈的性格一两无疑 在他的观念里 只能他甩别人 而不能别人对不起他 他对自己的男人要有绝对的把控权 听到小李的话 嘉宾老师都无语了 感情说了一堆他都没有听进去半句 看到这里的图里老师终于开口了 刚才在听你们的故事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在笑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笑 我没看见 我不要求你看见 我只希望在接下来我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打断 你可以做到吗 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不说了 你吓着我 我就不打断你 你能答应我 不说话吗 那就给你一分钟 你给我了 小李此刻像是受了惊的刺猬 见谁兜抽 对于图里老师的话 也是说一句对一句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本来还想跟他好好沟通的图里老师 终于忍不住抱 你认为哪个都是你的主场是吗 你不觉得吗 你连这一点简单的基本尊重你都做不到是吗 我今天是来谈我事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场的工作人员马上请他出去 我绝对不会说一句话 否则的话说的也是无忧 对于一个蛮不讲道理的女人 你去谈戒谋 还什么呀 图里老师怒斥小李不懂的尊重人 连做人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更是直言小李不想别人插手他们之间的事情 可以选择离开 图里老师是一点没有灌着小李 正常下来 除了咆哮就是咆哮 你何止冷静过一刻来听我说话的 我认为你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个不够阻定 一个就不长技 图里老师认为他们都是惯犯 现在俩人的问题以前就发生过了 而俩人却还不懂得吸取教训 还要重蹈覆辙 看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男方其实缺乏主见是你的印象 迟疑懦弱是你的软肋 另辟蹊径就是你的套路 再找一个嘛 你找不找 你碰上问题从来不是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碰上这样一个女人 你碰见她每天晚上不归家 你不是很好地去开导她 跟她共同来面对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又用老套路再找一个 小温的问题非常明显 她本不应该吃着碗粒看着锅里的 这样的行为只会让她自食恶果 而女方呢 你的问题在于什么 盲目刺幸福 这是你的印象 不长记忆幸福 这是你的软肋 撒脱耍赖是你的套路 你说你很优秀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很可能 你被前夫抛出了 又被这样一个男人又抛起 而且你口口声声说 我哪一点配不上他 我看上他是他的幸福 诶 就是这么一个你看不上眼的家伙 他也把你给抛起来 你说你是不是可怜之人 你有可恶之处啊 难道你不应该反思吗 图里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李的问题 一个只能用手段把男人绑住的感情 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他没有办法绑住男人的心 听完嘉宾老师的话 小温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而小李却依然低不下他那高傲的头 好像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样子 甚至连主持人想帮他 他都拿话向他 如果他抉择了觉得还是你好 你能原谅他犯过的错误 跟他继续在一起 如果你老婆在那儿找了一个 你愿意吗 如果我还足够爱他我愿意 如果他回改 我没你那么大方 就是不原谅他对不对 我不能原谅 那怎么办呢 是留一些尊严的走呢 还是非要把他置于此地呢 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怎么治愈他死地 我给您出个主意 到最后 小李依然是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态度 现场的嘉宾老实见状都是直摇头 他们都看得出来 小李不改一下他这种性格 以后还是会继续吃这样的亏的 而小文小李俩人也是意识到 俩人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终俩人都没有留下来 最后主持人为他们这段感情做了一个总结 在这段情感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下三个问题 其一是没有信任度 其二是没有忠诚度 其三是没有宽容度 这也 赵川老师总结得非常精辟 也希望所有的恋人都能正确看待感情问题 在相处中多点信任少点猜疑 多点关心陪伴少点责骂抱怨 这样的感情才能更加长久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点赞关注 下集不迷路